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亦如后来他也有回答记者 那么他的讲法就是说 除了一开始也是我们刚刚在座的各位 有分别讨论到的那一些商业条件 因为这个里面有商业机密的问题 那么除了这一开始列入的这个商业机密的这个条件之外 剩下的那个内容的部分呢 没有所谓的这个机密 真的看不出来为什么是被列入为极机密 这点连刘亦如他也不懂 他说这点恐怕需要当事人自己要说清楚了 好 那么宇昌案呢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大家有在公平的竞争 如果说很多人都有兴趣的话 想想看 好 那么当年宇昌生计申请这个国发基金呢 六天很快的就通过了投资 那么前立委高玉仁呢 他就说他爆料 他说当初呢早宇昌两年的时间 就跟艾滋病新药的一个科学家唐南山有合作 申请国发基金的挹注 要在台湾投资新药 结果呢被国发基金驳回了 想不到国发基金给了用相同新药申请的宇昌 所以他就质疑 为什么国发基金可以有这种差别待遇 五度大选期间为女婿朱立伦站台 前国民党立委高玉仁转入商场后 也曾申请国发基金投资生计业 却踢到铁板 但当初申请要生产的新药 和宇昌要投资的就是同一株 就看不懂了 本来政府很知识的不是无知识的 我就不知道他叫什么特权 当然什么特权的人还是怎么样 当时欧华创投的董事长 也就是前立委高玉仁 也有意在台成立新公司 研发并独家生产新药TNX355 没想到申请国发基金 却是遭到驳回 2005年高玉仁和研发 抗艾滋新药的科学家唐南山合作 成立南华生计 要回台盖药厂 向国发基金申请益住17.64亿 不过却遭到驳回 同一株新药 南华比宇昌早两年提建 走完所有程序 国发基金却选择给了宇昌 南华生计胎死腹中 高玉仁气愤难耐 质疑国发基金独厚特权 让有心的科学家唐南山 找不到裁员 尤其是申请时辰 比宇昌早却输给宇昌 让人质疑国发基金的运作标准 中立新闻网书名 陈乃宇台北保朗 我们中间记者有独家访问到 这个中研院院长翁启慧 他曾经担任宇昌生计的董事 跟技术顾问 那么听到了宇昌案列为极机密 翁启慧他自己表示惊讶 他推测很可能是为了要保护杨玉明 人称生计界张中谋的这一位 翁启慧也替蔡英文教区 认为舆论对蔡英文不公平 西装笔挺代付细框眼镜 他是中研院院长翁启慧 2007年宇昌生计刚刚成立 翁启慧就是董事之一 2008年再担任技术顾问 但听到国发基金投资宇昌案 被列为极机密 翁启慧很惊讶 极机密我是从报纸看到 我想这里头没有什么极机密 话说的坦白 翁启慧说当年宇昌案涉及专利斡旋 的确需要保密 但不懂为何要列为极机密 翁启慧推测很可能就是为了他 杨玉民人称生计界的张中谋 是罗氏大药厂的全球总裁 2003年到2008年之间 刚好在基因科技服务 当年就是他代表美商 和宇昌生计洽谈 抗HIV药物的专利转移 他是在后面希望帮忙台湾生计的发展 所以他的名字在当时更不要出现 因为有利益冲突 翁启慧猜测2007年可能是基因科技主动要求 记转内容不能曝光 国发基金投资条件必须保密 才会变成专案处理 而舆论质疑蔡英文黑箱作业 翁启慧认为蔡英文没那么神 当副院长怎么会去想到 他将来会做什么 他的投资也是这一些经营的人要求 他就说我只是帮忙 资金到位我就要退出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舆论对他有点不太公平是不是 我是觉得这样子 蔡英文到底有没有求援兼裁判 翁启慧说行政院很清楚 真相只有一个就等星期一 专案解密见分晓 昨天新闻 齐伟雄范馨于台北参谱到 好我们刚刚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呢 有讨论到的就是 到底这个宇昌生计的投资案 那么是不是跟其他的 可能也是有兴趣者 没有在一个很公平竞争的一个条件之下 那么也难怪看到这个市场 高宇人的这个爆料 那如果说他这个两年前他就曾经 而且是同样的一个药嘛 对那结果就没有获得 国发基金的抑注的话 这难道会是跟政党的倾向 色彩会有关系吗 没有跟某人是某人的岳父有关系 我要讲 这个是今天的报纸 今天报纸是高宇人跟这个 跟这个唐南山 在2000年的时候 他们2005年申请到2007年 注意哦 是同样一种药啊 他今天报纸同一颗药 是同样一种药 申请了半天 最后国发基金决定 他觉得就不准 结果请注意持续哦 2007年的2月9号 就用极机密的方式去弄这个药 就是要搞这个公司 同样一种药 然后刚刚这个 我们一起会说为了保护洋育民 其实是为了保护洋育民 拿这个有用的药给你 这个才是关键嘛 对不对 那如果为了保护洋育民 干嘛保护洋育民 我就直接用这个药就好了 这个药我之前就有申请了嘛 那为什么你要把它推荐呢 今天哦 对不起 今天今天这个所谓的国发 这个大家去讨论国发基金 到底是你是要发展重点产业 还是你要有获利 那你去研究是什么方向 我要讲说这个东西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如果是今天 不是叫这个蔡英文 这叫马英九的话 我跟你讲不用选了 真的不用选了 这个就很严重了 我要讲后面今天的解密是说 96年的3月21号 刚刚这个大老讲的 很多台帽跑出来 什么台帽怎么 但是今天解密就 其中有一个就是台帽 就是英文台帽出来 那后来到了这个 这个90后来到了这个 这个9月 8月31号礼拜五 就去要钱 用两个名义要钱 然后9月1号 9月3号就下来了 大家在质疑 9月3号4千万下来 我讲白话文 那请问一下 台帽有钱你去吗 他有钱你去 他说天使基金 敢有钱你去 这是个关键啊 你钱进去了吗 你钱有进去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任何一个关键 只要是牵涉到 如果这个人叫做 这个吴敦义 或者是马英九 这就气馁了料 因为这事情就非常严重 可是问题是 现在因为 签到蔡英文 你说 你问我的影响是 我觉得影响不大 因为这东西 也不是个弊案 可是它牵涉到的是 自己签的案子给自己 刚刚这个民进党特别提到说 蔡英文签给蔡英文 对 然后就是蔡英文院长 你签给蔡英文董事长 所以蔡英文董事长 把这个股票卖了以后 获利签完 我觉得获利不管啦 就是说你自己的资金进去 基本上就是个瑕疵 我最后讲 民进党老师拿一些 奇怪怪的案子 包括大老昨天讲说 你为什么继续投资 废话不投资就要倒闭了 这工资就没了 第二个刚刚讲到说什么 什么那些基金投资 世界先进来那些东西 投资所谓的华航专案投资 专案跟基金密是一样的吗 第二点请问一下投资华航 然后原来在原来的副院长 或院长下去 就当里面的董事长吗 有这样子吗 这完全不一样子不要类比 我觉得你不要乱比 乱比一通显示心虚 我来补充一下 唐南生跟高宇仁合作 来台湾碰壁以后 他就回美国去了 然后他的公司叫Tenox 他把Tenox卖给Genetech 卖给Genetech 但Genetech买他的公司的目的 不是为了这个要 那附带我讲一下 刚刚这个事情有讲 同科药物那个科药拿掉了 应该改为同医药物 也不是同种 因为同种比较具有好多 他比较没有 所以为什么不是同科呢 因为是注射的嘛 注射的是哪里的科 科不能注进去 因为那是静脉注射的 好 那今天买了以后 买这个Tenox的目的 唐南生的公司的目的 是为了里面的气喘的药 所以他对这个 可能治疗艾滋病的药没有兴趣 所以杨玉民在里头当副总裁 小了整个公司对这个没有兴趣 所以他才把他又想要挖出来给台湾 他的目的是这样 那我认为当初唐南山来尝试要进来的时候 拒绝他的是核大一 后来核大一又去促进这个进来 而且他最后还有持有干股 那我猜啦 现在据传核大一拒绝的原因是说 你这个原来是用蛋白药的规模去射 这个工厂规模非常大 而且你是只是要制造单一药品 所以恐怕生产线没有充满 在这个营运上站不住脚 那恐怕后来这个他们进来的 这个泰英妹的恐怕是把规模缩小 这个也许是唯一站得住脚的道理 要不然同一药品 同一个核博士 为什么前者拒绝 后者拟有免分 这个我觉得也欠大家一个解释 好 那当然对大家觉得 比较不太理解的 也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弄清楚的 就是蔡英文的家族 那么挹注了这个钱进来 可是当然知道他后来退出 可是这个时机怎么如此的巧妙呢 那么可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大家都没有获利 只有他们获利1980万元 完税之后是获利1485万元 一年15%的投资报酬率 真的是献煞了很多人 马上回来继续讨论 马上回来继续讨论